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撕扯 挤压 扭曲的时候会发出警报声 警报的出现会以短信的形式出现在用户的手机上 如果过了30秒之后没有人点击手机取消警报 接下来就会发出更加巨大的警报声响 同时会触发自动链接报警器信息 在依旧没有人取消报警器的时候 发送短信给多个信任手机号 短信会将详细的地址信息说明 并且附有求救文字 与此同时警报系统还会直接拨打用户预先设置好的号码 进入发声所有的声音内容 作为将来必要的证据 但是如果侵犯者并没有撕扯内衣呢 那又该怎么办 上面所说的办法不就没有效果了吗 当然是不可能的 既然是安全贴纸就一定要全方面考虑才行 所以这款安全贴纸在不接受外力的情况下 也可以人为直接发出警报 在遭受威胁的时候 做到更好的防患于未然 虽然可以提供警报减少遇到侵犯的可能 可是还是希望女孩子们晚上乖乖待在家里 不要往偏近的地方走 毕竟早点睡还可以美龙养颜啊 何故要拿自己的安全开玩笑呢 欢迎走进橘子亭 好吃好玩有趣都别东西 我们这里通通有没心吃啦 快上车